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Nike运动鞋的一个故事 50年前Nike不叫Nike 它的名字叫Blue Ripple Limited 它不是做生产的 它是做代理的 代理谁 代理SX Tiger的运动鞋 它们的关系合作了8年 最后的哪一年关系是不好的 然后日本总公司发了一封信给Philip Knight 就是Nike的创办人说 我们要终结我们的关系 然后Philip Knight就说 我等这一天等得很久 因为他没有这个勇气 跳出这个舒适圈 跳出这个舒适圈 由他们日本人主动提出来 他觉得他们是一件好事情 你会发现Cortes就是Nike 哪一款式的鞋子 跟现在SX Tiger的鞋子 这鞋子是一毛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共同创造 这一款式的鞋 所以他们有生产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哪个标志不一样 还有就是Philip Knight 哪个时候 找了一个女大学生 给他去卸计捡一tick 我们叫Swash 给了几块钱 几块美金给他去做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你会发现今天Nike 在全球运动服务里面 他们的营业额跟时机是最高的 为什么 因为他懂得去玩这个游戏 找一些代言人 找一些运动最厉害的人去做示范 还有带动整个运动的十张桥楼 这个就是讲一个comfort zone的问题 其实我以前也犯同样的一种错误 就是我在中机公司工作了十二年 然后很多事情已经很顺畅 不是很积极 我觉得最好是什么东西 就是最后的一个新的老板 跟我不是关系不太好 我是很感恩的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不会踏出离开的哪一步 就是我们关系不好 我才有去离开这个念头 如果我继续在这家公司里面做的 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姿多彩的一个 所以我对他是感恩的 所以我对他是感恩的 要去达出离开的comfort zone解一步 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对现象不满 还有你有你的计划的时候 我劝你应该要你还是年轻的时候去尝一尝 不要老是怀念这个comfort zone 因为comfort zone可能令你挺起成长的 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